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靈 又是阿二 贏人者 大家都知道啦 夠了啦 又是時間啦 要來的都要來的啦 今季夠了就真的比較尷尬 原來是我們看完之後才發現 原來四大天王還有 以上還有BOSS 想不到他可以做到這麼難 正正常常 隨便做的都可以做得好 評價不會死的作品 都可以做到這麼差的話 你都真的沒話可說 這叫人才 將到這麼普通的成花 發得這麼難都可以 這其實是不是監督的問題 我們全部一起做難的事 我覺得是整個製作組 都有些問題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大家聽過那麼久都只能夠有那一套 就是藍collection 這套東西其實 剛才提到的問題 我為什麼會說 不僅是故事腳本的問題 他連作畫也很有問題 作畫我又不太說 他作畫是有穿的 有穿崩的 還有有些看見 他根本還沒畫完 那個畫面 支炮斷了 最後一集是有 這麼恐怖 我沒有留意這件事 我可以這麼說 整套作品裏面 其實我們心想說 如果他真的想創造悲哀 請盡殺 最後一集 你才是最終的 是要不停去死 不停去死 再死兩集 最後死快 這套東西 其實我看完他十二集之後 他第一樣的問題就是 他將遊戲的設定 和動畫要用的情節 混亂 不是 他得來還要是自己打者最包 可以是 你記得第一兩集 好像Ironman會穿裝甲 之後他大王出場 可以自己變出來 那你之前的出場 你出來什麼鬼 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叫做什麼 是細節上的不小心 我講的那些位置 其實是 他怎樣將一些遊戲的設定 去混和 在故事裡面混和得很奇怪 但他又不是用得完 遊戲的設定 最大的問題 所謂叫做 即時修復 所謂的女什麼鬼 總之一些原料 事有時沒有 他說有的時候就有 他說沒有的時候就沒有 但你從來沒見過什麼 他們去收集過 他有表面的字眼上說 有些人去出職 出職找資源 但老實說 你如果不講過那一部分的話 其實觀眾是不會當這部分是存在的 他說你沒有 他的意思是什麼 找那些人找不到資源 失敗了 你都沒有提過 你真的好大大 你都提一句話 他們運回來 但時間上是趕不及我們今次的戰役 或者今次我們開銷太大 負資產 我們運回來都不存在 他又很強調資源 但你又從來不提資源 資源其實是一個遊戲設定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設定 就是提督是要繼續說 我剩下多少軍糧 你們這些傢伙 吃東西這麼糟糕 他又說到大和的設定 就是什麼 他因為太大食 所以其實不可以讓他出職 但你最終戰 你又派他出職 你想怎樣 不是啊 就是告訴你提督 為了最後一戰 為了最後一戰 有課金 贏者的解釋其實是合理的 你想贏嗎 火金 對 所以火金 最後一戰 提督失蹤 為何他出去借錢 火水 多快呢 有水桶 有大火 yes 搞定 通夜做到四不像的人 這個是其中 這個是第一點 很想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 這是一隻遊戲改編出來的動畫 其實你那些設定那些 其實全部都是基於遊戲裏面的東西 如果看完動畫的話 他應該目標是吸引人 去玩一下這隻遊戲 但是吸引個重點 錯 從來之餘 不是一個遊戲裏面的Selling point 所以你限制你運動了 遊戲裏面的Selling point 你就算誤導他 要多有戰術 要出什麼籃 這個才是他的Selling point 遊戲性 還有他有什麼女子在裡面 這個才是Selling point 你Selling他有多高食量 有鬼用嗎 他的女子很厲害 我記不記得這個女子有這麼欠打 吹雪 他對女子 那女子是有失敗的 而另一個位置就是 超級離地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修復 去浸溫泉 你現在在一個設定上 這一班男娘 是承繼了 戰男靈魂的人類少女 動畫設定 然後你跟他們說 你用回一個男的基準 去修理這件事 那他們是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吃東西的 大和 不出徵的話 不給他們吃 我問你 你這輛車你不用 你會不會去入油 不會 但可能會去馬車 做一些基本的保養 遊戲你這輛男出來 放進去雪瘡 那最多是洗澡 你沒有機會出來 不用入油 不用理他 那水是不是資源 你說 他水當不當是一種資源 他沒有當過水是一種資源 鋼鐵 鋁那些東西 沒有說水 而你的男人裡面 沒有一個叫保養的設定 那我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都遊戲 我只看動畫 我怎麼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問別人才知道 你沒有一個叫保養的設定 所以他們是不說 而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肯定說 不出徵就不給你吃 這樣的話 我接受 如果這樣的話 我最大的問題 出不出徵 不到我決定 不到男娘決定 是提督指點 提督安排你是 即是提督說 你沒飯吃 我以後都沒飯吃 那一隻不是叫男娘 那一隻叫虐待 不知什麼 監禁之少女 那些應該是 虐待collection 但是這件事 真的是這樣 你殺有介紹 他講一些不關事的設定出來 你當他是人 現在講的是 即使基本設定 都是説他們是承繼了那個靈魂 即承繼了那個 你不知道承繼了什麼 總之他們會得到這種能力 而且如果是動畫 其實他有講到這些 他想沿用遊戲的設定的時候 我們觀眾來說 就很和你深夠講設定 但是他又不是講得很全 那我覺得 就有個擺筆的地方在那裏 所以動畫就不好看 即是他講些不講些 他不是講些不講些 他是用些不講些 他是用些不用些 那不是講些不講些 他講完出來的 講完出來 他有些用有些不用 他有些需要 他當然是解釋不到 他就特意跟你說 為何大和不出的 是因為他大食 其實他大食 其他出的說 因為便宜 大和吃一餐 我不知道幾萬人吃一餐 原來是夠我出徵十次 你這樣 咬一條數 你沒得咬的 即使是說到大和這麼大食 你應該最終賤都不要給他 應該就這樣在我家裡 因為之前說 我們知道很緊張 出不了人 類似很多事情 另外一點 這個就是遊戲設定 而另外一點就是 他根本整個世界觀 是失了招 其實我一直看十二集裡面 我不知道這班艦糧究竟 在保衛什麼 不是 即是作戰你究竟為的目的 他沒有 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個作戰 蒼南鋼鐵 我知道 他為了消滅海武 可以令到這個世界的海路和空路 可以回復正常 可以回復正常 令人類可以繼續發展 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強襲魔女 我知道就是為了擊倒異形軍 因為異形軍會消滅人類 很清楚的概念 但是這裡是什麼 消滅海武是為了什麼 不是 消滅這個武之艦隊是為了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追求他們 你不要追求他們 你見到那些艦隊其實都沒有殺過人 什麼都沒有 其實很和平 其實他們那種狀況 就是說 艦糧不打他 他都不知道會不會襲擊艦糧那些人 他們知道艦糧是去挑戰他們 是因為艦糧走去打他們 才會來保守 老實說 你現在看到是什麼 因為提督養得太多艦糧 艦糧不夠食 所以要去影響這個自然的生態 就算是真的這樣 你說的聲音 因為我不夠食 所以我要襲擊你 是不是很合理 一直裡面 他很有趣 整套東西裡面 他原來一個概念 就是說 這班人突然出現 那怎麼辦 突然出現就要打 你那班人都很惹人 你不是首先要互相理解嗎 沒有 沒有你一個人 你這個位置就是 我根本不知道世界觀在說什麼 你遇到什麼事情 要令你去打他 他沒有這些原因 你會變相就是什麼 整個戰鬥根本沒有說服力 你哪有高潮位 其實我會覺得 你隨時撤退都可以 你沒有一個目標 你沒有一個目標加成的時候 你那場戰鬥就好像失了招 他表現都很奇怪 有時候我講回第三集 尋船 就是人家一炮可以死 然後你下一集搞笑媒 那些人不斷打 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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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死 那些物理的法學那麼脆弱 不是如月變成一個死好 沒有意義的 有些人一炮死 有些人一炮死 有些人一炮死都不會死 什麼事 什麼防禦來的 你看到你完全不少戰鬥 每一集有一個風格 我今天搞笑也可以搞笑 老實說 我在這套東西裡面 我是非常之撐深海立 深海叉機 深海叉機 我是非常之撐他們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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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打 你現在打我左邊 我是不是要被友人打 沒有可能的 你現在說 你打我 我還拖 很合理 不是 你打我 如果你打我的時候 在我眼中你就是敵人 那我要跟你挑戰 很合理 是我的正當理由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犯我的時候 我就打你 很合理 一個人 不是深海叉機 沒有試過來襲擊我 沒有試過襲擊 任何地方 我沒見過 想起有一個陣守府的陣距 趁他們攻略的時候 都我想 你那個程度是 你之前打爆我的狗 現在還拖 我供你的主機地 我覺得沒問題 這樣OK 真的大人大人 我只是供你的主機地 明知你沒有人 明知你人不多 殺人有什麼 我沒有殺過 很仁慈 這些 我只是爆了你的建築物 這些是什麼 大人大義 然後他們還要說 服仇 還要說 好像無死 太多沒有死 抱歉仇 太多失衷 又不知道有沒有死 但是先報仇 人家出街有提款 拿錢而已 那不然怎麼放給你們 有仇不是不報 他真的完全沒有鋪塵過 故事講什麼 其實他有沒有打算過鋪塵 我懷疑都沒有 你不鋪塵 我當作搞笑片 每集戲 看了沒什麼 又不是 他就搞笑了 當然要做些劇情 但是做劇情又不好看 才神奇 而我剛才設定的 我都說漏了一點 就是 升級 改造 改造 其實改造前 還有一部分我想說 他有分那些 他編制的 有分那些 一行戰 五行戰 雷巡 輕巡重巡這些 其實對於一個 我沒有看過這些 軍武的時候 我完全不知道 有什麼分別 我當是魚鱗陣 齒鋒陣 可以翻 但他中間有一幕劇情 就是說到五行戰 很真一行戰 但他又沒有說原因 這些遊戲 歷史上有分別 但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認為所有觀眾 是你有玩過遊戲 去看這個動畫 還有這個問題 這個 夜人者提出這個問題 其實他有一個 有一個尷尬位 本身男娘的角色 是沒有性格的 其實是 他的性格 來自於就是他的對白 有些人是由他的對白 或者各個角色的造型 背景設定 去賦予他一個 他們認為的性格 其實他的對白 和他在史實上 他譬如說尋算 那件事 或者他在史實的故事上 塑造出來的 其實是有關係的 剛才夜人者說的 那件事 完全是一個人 對一個人的感情 這個是 他沒有賦予過這件事出來的 你要去強硬 去加這些東西 你不去 將角色造交納 那個塑造做得不好 應該說 你不塑造 你跟我說一大堆的設定出來 那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不是 他打算掃了 開頭打算掃 主角中間是轉了隊 但是有些人物 角色重生隊 所以失敗了 他一直做下去 轉了隊 這件事我又覺得很奇怪 轉了隊 應該是為了某一些目標 或者是 那個藍隊 隊形 是有什麼利 譬如說 你為了去攻略那個任務 那個任務 你之前的編隊 他可能有不利的地方 這個其實是我第三點想提 第三點想提 因為就是角色塑造 那方面 我再說 升級那裡 升級那裡的意義 你帶出來的升級其實是什麼呢 會厲害 Poi Poi Poi那個我不知道叫什麼 大家都知道我 我真的不懂辣 這個女兒 她的進化有什麼意義呢 她的進化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不是 她說強了 你打不懂 你不說她是強的 我知道 樹齡所說的意義 就是 你為什麼要改造 改造完 她對劇情有什麼 改造完 她的改造純粹是什麼呢 是為了她吹雪 就是她焦急 她想變強 嘩 這個就是欺騙了 嘩 別人 Poi 她打這麼多實試 她比你 實戰多過你 你發覺都正常了 你到底怕 原本她那個位置都OK 原本真的 但是她這裡有一個做法 就是 你改造是一個遊戲設定 改造完 改造完 算了 你的樣子變了 真不知道人類是不是 練金術那些東西 我不理那麼多 OK的 連假胸都要裝進去 全部都要龍胸 整容 薄骨 全部都要做 不是 但你改造的藍 外形上有變化 是 都合理的 但我已經沒有了 好像沒有了 我已經不理那麼多 OK 這裡 她有一個位置 做得不好的 其實你沒有 表現就是她 改造了之後 的 能力 變化 剛才有的也說過 第二 就是 改造 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個 遊戲設定 裡面 不是說改造 是改造的 其實 改造有好處 可能是壞處 我不是很熟悉 其實我也是 玩過一陣子 其實我也是 你的個案 就是 如果將改造 吹雪 如果我再出幾次 模擬戰 我就可以改造 其他人應該都可以改造 全部人變改 全部人來一次修學旅行 全部變改 那是否好些 那是說到 吹雪改 是對於過日子 誰最能用的 有什麼用的 不知道 除了之後 別用的 其實是 吹雪改 和吹雪之前 有什麼分別 陳太太說 說到很重要 一定要用他的 但是你發覺 其實是沒用他的 這純粹是什麼 他根本做這個設定 裡面 其實是一個玩家的愛 有愛他就強了 製造群那位提督對吹雪有愛 你也讓我看到他強在哪 我什麼樣子都沒見過你 提督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再說回第三點 角色塑造 其實除了剛才夜人者所提出的問題 之外角色塑造 我們身上也有提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本身角色太多 你這些角色量 其實在十二十裡面 是很難容許你講太多的角色 你最聰明的做法是什麼呢 其實強襲魔女已經給了一個很好的參照 他是由不同戰線組成 你好像說其實是 現在吹雪這一隊 就是由各個的 驅逐艦 去形成一個特殊部隊 你會撞到其他部隊 他們可以稍稍出個場 就算了 你不需要太深究他 那你反而還可以說 你反而整件事還可以說 但如果集中在道的時候 他講其他角色就變成很配角了 他是要全部角色講完 是的 我覺得他的製作群 其實想所有角色都帶一帶出來 如果純粹是帶一帶出來 他可以很威風地拯救主角出來 跟你現在 他突然間跟你說一聲嗨 然後就當出場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有些沒有嗨 甚至你覺得這樣的話 你的劇情是更加合理的 因為他不是現在我們這條line的故事 甚至說 我就算出南糧第二季 我就說第二條line 我就說 我可以逐個逐個來 其實第一季的主角群 也可以在第二季上串場 他慢慢串 他串六七季都可以 告訴你 第一季的主角群 第二季是說的 重陽藍糧 第一季是說的潛水藍糧 然後你做個劇場版的 製作一些藍糧 做一個特殊部隊 搞定 有多難去做這個 但我可能有機會 是他接這個工作回來做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這麼長短 會不會呢 不會的 以藍糧 以藍糧的人氣 我不接受這個 不可能被你解釋 其實我不接受這個解釋 不是可能會不會是接藍娘回來的時候 她那邊要求每個角色都要出家 那類的條件 現在問題是他們不是出家 出來就有氣氛給他們 但氣氛又不夠 現在會變成平衡不了 我那個做法都是出到的 你每一次戰鬥都是主角他們不行 都會有其他對咎 那沒問題就套了 正常他這個不夠 他有藍火你不夠 就找多支火力的火力也會 現在你說的 你可以說有一些是主角的軍港附近的 所以經常會見到的 有些不會經常見到的 你亦都見到就是 在藍娘已經在12集的故事裏面 其實看到的就是 有些角色都不是經常出場的 只是串場一集 甚至是他們在海戰裏面 遭遇的時候 大家交心 大家看不順眼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剛才五韓戰和一韓戰 那位其實說 我這邊是五韓戰的組合 這邊是一韓戰 大家不順眼 大家當然打法不同 合不來而輸了 然後再要一起聯軍 去打的時候 他們去再磨合 其實都可以 現在五韓戰和一韓戰 都不知道什麼鬼 都不知道什麼鬼 拆了 沒了你都說拆了 還有一個新的隊 那些很可惡 但那些新的隊 又是很奇怪的 他那個動畫 又不是做了很多集 有轉的隊 而新隊的問題 其實就是剛才夜行者說的問題 和有馬都說的問題 他想盡量多些角色 所以他要轉 但他不可以轉吹雪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沒有原因 都說外落 看得到外落 你為什麼都解不通 這個位置 而這樣他就想把 串一些角色出來 但其實你也看到 他也是口齒隔壁 因為老實說 這些男娘本身的數量 是太多 你是不可能在十二集 滿足全世界的人 你只能夠選 如果你選擇的話 你要表現那個角色的特色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要一剎那 因為老實說 那些男娘說的 就是一些明台詞 明台詞 明台詞 明場面的東西 老實說 你把那個畫面都給出來 我覺得 就算他只是一個畫面 一個sharp也好 那些人都說 夠了 那也好 最多說 為什麼不推出他多一點 那是訴求 那不是投訴 現在只不過是你製作群 拾了這樣的grouping 然後你可以說 放一些留言 其實我們第二季想著是什麼 多一點的 我想他們馬上閉嘴 好笑 找一集做咖喱 你一集拿來做漢箭 做一個色調 你都說咖喱沒意思 不是 我相信咖喱應該是原創 我不相信遊戲裡面 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肯定 這個聽眾提供 所以你看到就是 整個故事的蜜落裡面 他的三點 他完全做不好的話 其實他根本一套 你沒有可能知道他想做什麼 而更加不用提的就是 我剛才說的 所謂的海戰 海戰那部分 他們所有的報陣 根本都不是陣 只不過是 整班艦娘衝出去 他有報過陣嗎 他們都沒有說 他們都沒有說 他們都沒有說過陣 我們要輪型陣 有什麼陣 沒有陣 算了 他們衝去死 不是這個問題 例如輪型陣 對什麼會有利呢 例如我講 你只是說過 輪型陣 我怎麼知道 我不玩遊戲 我怎麼知道 你的輪型陣有什麼用 我會這樣說 他的陣型那樣東西 當然他沒有意義 他根本沒有心 他根本沒有心 他沒有心救過 這件事 你不要跟不跟 他根本遊戲都不跟 而問題是 他用了很多 就是遊戲裡面 一些偵察機 那些東西 你看到 那個意義是什麼 其實他只是想自說自和 所有的設定 你說藍糧是什麼 所有的設定 根本上他一個都用不到 他只是用了那個角色 那個樣貌 去做了一套 叫做藍糧的作品出來 而你最終說 深海淒藍 淒姬 淒姬 淒姬是 他的名字 深海淒藍那邊 那邊其實 因為本身你說 沒有去解讀 這個意義裡面 當然你不會去了解 究竟 那這是什麼 你純粹說 敵人 敵人 這個我又不太介意 當然 我覺得 如果他講多一點 會好一點 但他不講 又不是說 坐在哪裡 會不斷罵他的地方 他男人一說不完 後來那個深海淒藍 是的 所以你看到 這個故事 令到這樣支離破碎 他根本上是犯了 犯了 基本上可以犯的錯誤 他是犯了 我覺得 真的失敗 豬皮沒有豬皮 失敗 老實說 我覺得這碗 如果比喻 這碗是公仔麵 我給公仔麵 出錢一丁 你自己加配料 你煮吧 你煮出來給我吃 我肚子餓 結果湯又沒有味道 然後煮出來 麵 硬的 沒有水煮 沒有味精 連蔥也沒有放進去 你把所有的配料 都放在哪裏 這樣 其實這包容易煮的即食麵 你也會煮齊 就是出錢一丁 怎麼可以煮到複麵 可以的 其實是 你也有看過 人們下水煮 官邸麵很厲害 是 他煮的樣子 當然 你有不同的期望 如果像花田那樣 他開頭頭想說 他是不是真的做死 我覺得 我們都說過 沒所謂的 你就做死 男人本身的故事 是沒有抱的 沒有一個固定的抱 他們死 喊 喊了玻璃心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他喜歡那隻男人死心 但是 我們經過新聞的時候 都說 那隻男人也不受歡迎 其實 你不要理他受不受歡迎 只要他出個名字 他總會有什麼 還有有毒物理 就是 那你要重新遊戲 原始於遊戲裡面 那些男人會死 突然打誠誠會去尋 沒事 做反而是沒事 是不是 不是 他之前 即是 即是拿回上來 無懈講的時候 都說到 那個死講到有意義的死 就可以了 但現在問題是做出來 我也是說 這個是故事情節的問題 他很多東西是 他似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試一下你們什麼反應 嗯 他現在試到了 嚴上 試了之後 然後他就咬了 咬之後 我覺得這個多方面的壓力 因為本來是一個大項目 在他們眼中 我相信也是一個大項目 他們只要一有少少的風吹草動 他就可能會撕壓他那邊 我覺得未必是 我覺得製作群那邊 錯 他們吃八成 有兩成 應該不關他們的 我覺得是 而你看到的 就算是最終的結局 聖 那些 最終大戰那裡 其實你看到的 很多位置其實 在魚的位置 好像最後 其實有機會有幾隻會死 我覺得是最終大戰 其實很虛的 那個磨 沒有人死 大家一起回家 沒有人死 心愛妻姬那邊 就死了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憐 你連敵人一隻都打不尋 但他們是自己死了 我覺得心愛妻姬是很無辜的 他們用了一輩子正確的戰術 但他輸了 為什麼會輸 就是 他用了策略 他用分兵之計分化他們 化整為靈 逐個擊破 還要後面偷襲 這些 但是呢 那些蠟糧是不知怎樣過來的 但是小時候想不到 提督竟然走去課金 不斷又增援 增援完再增援 你玩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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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就大 太過分了 你看到 那些位置 就是 你們是全部人中了計 全部人中了計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突然之間沒事 老實說 你突破了困局 就算諸葛兩翻三 他都只能保住大部分的人 或者當你沒有主母 保住全部的武將 全部武士 你都只能撤退 你哪有可能贏 大陸 或者上桌回來 全部都可以出來了 有沒有新的資料出來 大鳳 YES 有沒有搞出來 還有 有些在修理的時候 無緣無故提到 我有點不知什麼譯 提到譯 提到譯 但他之前才說到 我們要省自己照 這件事 你不覺得是智商矛盾嗎 他根本整套都在說 這個智商矛盾的問題 他想要 第一個 他好像心態一樣 沒有的 你們看到這些女生在發炮 就開心 沒什麼所謂 他們的心態 我覺得像這樣 對 你看到Bullway賣多少 人很開心 其實Bullway那些 我覺得是確實數字 無論這套 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那些數字 其實應該一定 基本上都是 所以是群 請過氣洋的問題 他們下一個月 可能想再懶惰也可以 真的玩 其實那個銷量 真的很差 原本他對於 他預計內 其實應該是差的 因為他動畫的評價 很多 玩開遊戲的 其實那個評價都沒有 根本上我覺得 二貴是 我甚至覺得 二貴根本上是一個 吹吊重練 重新玩過的遊戲 不知道 我不知道二貴會拍攝 他的責任是不會少過50%的 老實說你把關的 就是你把關的 你頭幾集 你未做好那個Panning的話 你真的逐一集這樣出的話 其實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找自己的招牌去搞 你也辛苦 你看白箱 你這麼遲出劇本 你經常改的 你經常都辛苦 這個本身就是 現在整個故事裡 就是 你 角色嗎? 你不能表現 故事嗎? 吹雪調好一點 你想營造一個故事出來嗎? 你又營造不了 然後 你想介紹遊戲嗎? 不好意思 我看完之後 我都不想 你這遊戲怎麼玩 其實我都不想玩 如果你三件事都做不到 我除了說你全書之外 我是想不到其他任何解釋給你的 其實是 失敗的動畫 他失敗到那個程度 我甚至是覺得 今季裏面 你投放那麼多資源 投放那麼多聖憂 做到這樣的作品出來 做到這樣的作品出來 其實是 其實是 你拆招牌 拆了招牌 其實已經是 老實說 沒有人會想像到 一套這樣的作品 找找找找 怎麼都不會死的 可以死得這麼慘 是可以輸成這樣 你可以輸成這樣 你一邊就更簡單 全部有常會 改戰的全部都不說 凱智維搞笑片 還沒什麼 八百人贏了 回家吃飯 多開心呢 是不是很開心呢 這套東西 做不到 這麼多數到死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說 設定上 如果你設定得對立的話 其實 你深海七兩 又是那些 叫做 BRS Bell Shooter Hocker 那種風格 其實 很難說 他們突然把好文的表情出來 最多他們全部都是病嬌 你只能說這些話 說得通 不是的 最後一陣子 我記得深海七雞 有說過一兩句對白 說錯 說錯 我懷疑那些都是明場面 而那些位置 其實你說 我覺得這個套路 這個對立的套路 引知就是 其實 你的故事不得不是戰鬥 嗯 你很難說 兩邊在那裡打冰 他們打一場 友誼乒乓球 友誼乒乓球 然後說 你射我一炮 我射你一炮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可以的 原來是一個閃避球遊戲 你有沒有看暖機無傷呢 可以的 小米球沒問題 這次輸給了 我們下次再打個吧 是啊 我們下次再打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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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就是大破 那樣 看到聖光 都可以的 是死的 你們敢這樣做都可以的 可以的 打個臨就行了 不會死 那些衣服會爛 好像暖機無傷而已 沒問題的 反正大破其實都是這個遊戲的設定 你可以出 因為他要跟遊戲 他一定是有一個叫做海戰的味道 他必須要符合這件事 而你說得戰爭的 當然啦 他都沒有東西要戰啦 說得戰爭的技術 他有提過這個什麼 這個設定 說得戰爭這件事 就必然 必然 就是 有死傷 Somehouse 那些事情 有很多天的 戰爭 你造成運動會 其實都會 可能會好一點 這個是被遊戲 其實是被遊戲所掛架 因為遊戲裡面真的會沉 沉 沉即是死 突然沒有人沉 最後 藍良那邊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試過 在大勝利之後回來的時候 就告訴你 我預預沉了 你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遊戲都沒有啦 所以本身你說 就算你說當中裡面叫做 預預死的那一節 但是 雙感嗎 只有一個人雙感 這件事 畫明不好提的 這件事 之後沒有人理 就繼續去 HAPPY HOUR 不是 他連角色出場的氣氛都少了 少了很多 對 轉了艦隊之後 這個是轉了艦隊之後的事 所以 你說整套東西裡面 現在得出的結論就是 告訴你 整套東西是做不好 做出來的結果現在就是 他這套東西 他二季 我覺得根本上是甚麼呢 二季是為了補禍而出現的 他是為了盡快去搞一個漂亮的劇情出來 以這個漂亮的劇情 究竟叫做甚麼呢 找一個神手去補第一季的禍 還是重新 re-start-reboot 這個藍良collection 不是啊 如遠翻得出來才知道 其實我覺得 最終看一件事就知道了 看一下 艦娘二季那個時候 誰做主角 不是 他的名字是甚麼 副梯圖 你就知道這套是reboot還是 不是reboot 不是說不定轉的角度 深海淒機都未出發 那我也有興趣去看 什麼如魚之復仇 絕地大反擊 絕地大反擊 把所有艦娘全部掃掉 哇 我一定是勇者 他應該這樣寫 封我為神 除了神之外 是沒有辦法可以寫出一個這樣的劇本 比寬哥更厲害 我相信 而不被人殺死 而治癒群還可以接受這個概念 我想沒有 寬哥做到一個 反正這首字 要看他的劇本寫成怎樣 反正好的時候都可以 但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現在就是 我想那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一季已成定局 那二季那裡其實就是 究竟製作群 不知道是會換手還是什麼 總之下一個製作群做的時候 你是會完全把它reboot reboot的勇氣是做到什麼呢 即是你承認第一季 你要承認失敗 你有這個吉思 你完全承認失敗 對 你有沒有看別人的面子 第一部分 你當沒有存在過 誰知道 但是沒有 其實你不定自己承認失敗 你潛意識告訴觀眾 為什麼你要重做 即是說你第一季發生什麼事 被人不思考這件事 其實他如果重做的話 其實他必須要用另一個名字 他除了藍倫Collection之後 然後他下面還要加一大段東西 我覺得很簡單 藍倫Collection 2 遊戲第二代給別人看 真 這句話我們說進去 沒話 而你要把它變成補第一季 怎樣補呢 現在的補法其實只能用第三集 死吧 其實根本救不了整套作品 你要把之前他所說的 第一季所說的設定全部彈化 將他地地道道變成一套海戰片 或者假說片 打 死吧 成長吧 努力吧 沒有的了 你沒有其他選擇 但這個就是 前者的方法 是要製作群有勇氣承認失敗 後者那個是要製作群有勇氣不讓觀眾劈死 其實他自己選擇 他要心靈上的創傷 還是要物理上的創傷 他會不會再次選擇中間 哪裏都想討好 再失敗多一季 就是這樣 真的不知道 但是 老實說這一季 大家都會對這套是極度不滿的 那三個要點我覺得沒有人會不同意 其實 無論對於玩開男娘的遊戲玩家 沒有看過男娘的 其實都覺得這套都是失敗的 後差 我評價真的 他是完全浪費人生系列 他根本上是一個浪費人生系列 花田成功有創造一套 不過花田是不是也不太擅長寫這些 我都說花田除了寫愛情故事之外 他根本不適合寫任何其他故事 所以他寫日常就算了 那套東西 打什麼膠算什麼 他這套也有寫一回日常的 咖喱一回是不是寫的 但不敢 這套東西不是看咖喱 不是咖喱的那套東西 那套東西 我連套租的地方都沒什麼 怎樣套租 因為他真的難得 那些東西是 不是套租可以幫你兜到的 其實是 我實說有些東西 用另外一個思考角度 我還可以幫你兜到整件事 但是今次我真的幫你兜不到 整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我用什麼角度看會覺得你這套東西是 都還可以接受 不如說 可不可以在這套動畫中找一個看點出來 有 不要這樣 我強索藍也這樣 還有不是看我們支持一下 深海棲藍安會的 我支持深海棲藍的 其實是 深海棲藍加油 我們這一節去了 我們下一節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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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節繼續